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两个水精灵偷偷来到人类家探险 结果却差点命丧狗嘴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趣味短片《水源》 小水和小林的本体是两滴小水珠 这天,他们随着大雨来到一户人家游玩 刚一进门,小水就被屋内从未见过的景象吸引了 当他招呼身后的小林一起来看时 却发现他被一块海绵给吸了过去 这可把小水给吓坏了 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将小林给拉了出来 在力的作用下,二人最终摔在了地上,化成一滩水 虽然他们还能凝聚恢复,但小林身体却变小了 还没等二人想出对策呢 一双巨大的拖鞋就出现在眼前 原来是主人走了出来 他们吓得赶紧躲在桌子腿后边 等主人走了以后,二人才敢探出头 经过这一番经历 他们觉得人类世界太可怕 一致决定回去 只见小水借助叶子来到了窗台前 但这对于身体变小的小林还是很困难的 机智的小水从窗外捧了一捧水向小林洒去 有了水分的小林瞬间就长高了 可就在这时,一阵大风将窗台上的小水吹到了地面上 好巧不巧,他身后还出现了一只大狗 这可把小水吓坏了 他开始疯狂逃跑 看着自己的好友命悬一线 小林也慌得不行 他看着身后的红酒心生一计 只见他跳入红酒中 将桌上的红酒全部吸收 随后小林就变得巨大 身体也被染成了红色 一抬手就将狗狗打倒在地了 可他也因为吸收了太多的红酒变得神志不清 小林在房间里横冲直撞 开始无差别攻击 而小水在躲避攻击的过程中 看到了那块海绵 他拿起海绵就朝小林砸去 红酒瞬间就被海绵吸走了 小林也恢复了 之后两姐妹手拉着手 跳窗逃走了 两姐妹之间 这种不离不弃的友情 真是很感人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 请一定要珍惜它 毕竟知己难寻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